报周刊的最新消息 这是宋楚瑜怀念爱妻的一本书 其实原本只是聊着聊着 结果发现呢 这里头有好多好多的故事 最后集结成书了 宋楚瑜的夫人万水姐姐走了一年了 原本呢宋楚瑜说她只想出一篇纪念文 不过呢宋楚瑜看到妻子的遗物 无意发现一封隐藏超过有12年的信 所以最后决定帮老婆出一本纪念集 由宋楚瑜监制如鱼得水 影响宋楚瑜一生的这一本书呢 陈万水生前都没有让宋楚瑜看过的书信 纸条走过千山万水 现在终于见光了 其实这本书呢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是谈她的妻子陈万水 另外一部分呢宋楚瑜谈的 是她在先总统讲经国身边的日子 这今天时报周刊的最新消息